今天車子蠻有特色的 就是一個新世代的5系列 這個520D柴油引擎的 之前只有汽油管了530i 這個入門的車款 配的就是一個四缸渦輪的柴油引擎 最大馬力士 4000轉190匹 喔 還好 對 那扭力呢 1750轉40.0公斤米 喔 這個讚 哈哈 那其實這一代5系列車型真的好大喔 看資料啊 現在的5系列都已經是 前幾代7系列的尺寸 嗯 但它雖然它尺寸很大 車身尺寸好大 但是它其實開起來 特別是底盤覺得很輕 嗯 輕又不會到一種沒有安全感的感覺 就是很結實的那種情況 高剛性又輕 我剛才也有試開 哇 這麼大的車身 用那麼小的引擎 推得動 然後這麼大的車身 開起來卻像 很小的車的靈活性 喜歡操控的朋友 可能會覺得它 方向盤就是 沒什麼手感啦 因為它就是一個 轎車嘛 像我們剛剛山路也有 稍微開快一點 對 其實開快的時候 還是有BMW那種操控性能在 確實轉向是模糊了一點 但是它到Sport模式的時候 是會變緊 雖然不自然啦 可是它至少 比我們試過其他競品的 電子轉向系統好很多 反正它這台就是還保留一點 它們一直強調的操控性能 那舒適性更不用說了 坐起來 跟開起來好像 有氣壓懸吊 但是其實沒有 就是那麼的舒適 你會覺得它 就算裝這種大尺碼的防暴胎 也不會覺得很調 因為照理說 防暴胎它其實台幣是比較厚 比較硬 印象中以前 特別是上一代三系列 全掉就是很調 這個就是完全好舒適 調的Q度很好 就是這個意思 你以為很軟 可是合理的彎束 其實是沒問題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好安靜 坐艙裡面 不講不知道是柴油 對 只有你油門一拜的時候 會聽到柴油引擎聲音 但是它也沒有說 吵到讓你受不了 又安靜又舒適 它這才是豪華車 配柴油引擎的 該油的水準 然後雖然說是比較入門的車款 但它給的配備也是非常的夠 包含這個IA Drive裡面的所有東西 一點都不洋村 一點都不入門 它就是七系列的配備下放 對 然後包含它那個手勢操控 對 左轉右轉控制大小聲 切換 兩隻手指一戳 它就幫你換台 然後這一戳這個動作 你其實可以到裡面去調 它還可以調成不同的功能 就是你有時候戳下去 可以是把螢幕關掉 或者是你要選擇台這個功能 然後它的iDrive更沒有畫腳 現在的畫面更是做得好漂亮 然後操控上不管是它的效能速度 都很棒 這一次儀表也是變成數位儀表 整個做起來開起來 包含它裡面的皮革 內裝放廊盤握起來 一點都不入 它的價格呢 價格 兩百六十九萬 哦 哇 兩百六十九萬 不錯了 不錯了 前面舒適感就不用講了 非常舒適 這個椅子 包含它的腰部 腿部支撐都非常好 後座也是非常不錯 對 我們剛好坐後面 對 像放我的一般駕駛位置 腿還有兩個半拳頭 對 頭部也還不錯 頭部也不錯 都一個拳頭 嗯 像坐兩大是沒有問題的 對 而且感覺中間還蠻有距離的 它寬度蠻寬的 夠啦 還有就是 TurboLag好像沒有感覺 不太明顯 不太明顯了 包含你放在一般的Comfort模式 可能你再早一點的車子 Comfort模式可能踩地段是空的 對 但是它現在調的就是很線性 線性就是油門踩下去就能動力出來 對 然後也不會突然很爆猛這種 非常好控制啦 跟一個沒開過柴油車的講 讓它來開它可能也不知道是柴油車 對 雖然是入門 雖然定位是入門 可是它配的還蠻多東西的 嗯 譬如說你看它行車模式可以切換 然後它又有Active 主動安全防護系統 嗯 然後還有主動防撞輔助跟行人偵測 嗯 然後有盲點偵測跟車道偏離警示 整體上來說 夠安全 外觀又夠大漆 對 不一定要買到漆了 現在這5就已經夠大了 對啊 雖然小引擎 但是性能操控通通都有 嗯 我們可以把它定義成短軸的漆系列嗎 可以 要不要買 買 好